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上午出席台北市能源之秋加年华活动,再次回应民进党在台北市长选战将自提人选议题。 柯文哲表示,这都还好,但他认为,整个台湾社会已经被不到6%的深蓝或深绿绑架,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。 柯文哲上午接受公开采访时,媒体开头就问及,民进党台北市议员,昨日在选队会中有过半支持民进党自提台北市长人选。 柯文哲回应,绝大多数市议员的态度都是尊重党中央的意见,还好了,至于这是否在预料之中。 柯文哲也说,差不多。 柯文哲表示,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整个台湾的社会,政治上被不到6%,只有强烈政党意识的人绑架去了,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,不管是深蓝或深绿,都绑架了台湾的政治,所以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。 媒体追问,是否一直是议员被绑架。 柯文哲解释,通常意识形态较强烈的人,声量会比较高,比如打电话去服务处抗议或表达意见,而沉默大多数,虽然人数比较多但比较不吭声,所以通常在这种初选阶段,政治常会往两极移动, 可是明明大多数人还是在中间,这也是他正在思考的整个台湾的两党政治。 柯文哲还说,一般国家的两党政治在意见上,不会像台湾分歧得这么厉害,像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,差异性就没有像台湾对立这么严重。 不过这只是另外在政治学上研究的题目,媒体追问,所以柯日前上电台提两岸一家亲说法道歉,就是在向6%道歉。 柯文哲回应,台北市政府是一个蛮有趣的团队,从民进党到新党都有,还有国民党、亲民党,但最多还是没有党籍的技术幕僚,这也是北市府有趣的地方, 一个团队里面从极左到极右都有,而这件事情,是副市长陈景峻安排的,因为陈当过民进党立委等职务,从陈的角度出发,就认为还是要跟深律对话,他听一听也是觉得应该,至于道歉的对象是否包括总统蔡英文。 柯文哲仍重申,他一直觉得很奇怪,这两天都还在想,他讲的话,与电台道歉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要是听住不爽,他只能说歹齿,他怎么想都自认讲得满自然,怎么会弄得一态糊涂,还想不通怎么一回事。 。